今年4月在重庆爆发的万圣万人大游行示威活动 正处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的时候 外界认为万圣群众是在挺薄熙来 但万圣居民否认 他们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因为重庆市去年10月将万圣区和岐江县合并 合并前并没有跟民众沟通 合并后万圣居民权益遭到削减 而黄熙帆是决定万圣区和岐江县合并为岐江区的决策者 因此他们坚持要黄熙帆下台 重庆市去年10月将万圣区和岐江县合并 合并前并没有跟民众沟通 合并几个月之后 原万圣区的民众发现 养老保险中的医疗保险少了两成 最低生活保障的钱减少三分之一 原本万圣的公务员调到岐江 造成万圣消费力大减 从而引起民众的不满 爆发万人抗议事件 因为抗议事件和薄熙来下台的时间相近 万圣民众的抗议被传为支持薄熙来 新唐人就此采访了万圣居民 当地人士表示 抗议示威和薄熙来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认为黄熙帆是决定万圣区和岐江县合并的决策者 因此要求黄熙帆下台 万圣万人大游行与薄熙来事件完全无关 没有关系 这是149事 你会随便了解哪一个都是这样 因为这些人们的诉求 累得到及时解决 国方面的待遇在原来万圣区的这个基础上 待遇都减少了 没有通过会议表决 黄熙帆遗受遮掩 把这个问题处理下去了 所以现在人们付的口号就在打倒黄熙帆 要求黄熙帆下台 网络作家吴建国也表示 万圣民众抗议的内容 是关于岐江与万圣两地区的合并 这个抗议是对重庆市政当局的抗议 薄熙来当时是市委书记 因此也包括对薄熙来的抗议 如今薄熙来下台了 人们就不用去管他了 也没有必要去管他 而只管要在台上的黄熙帆下台 黄熙帆他过去同薄熙来共识多年 不可能没有参与薄熙来的辅佐非为 以后还会暴露出 更多他牵扯到薄熙来辅佐非为的事 重庆赵小姐向大纪元时报表示 游行的理由是 薄熙来强迫齐江和万圣合并 齐江有了万圣便可升格为区 万圣的财政一向比齐江陷强 合并后万圣补贴齐江 万圣人的福利减少了 令万圣人民非常不满 民众心中的愤怒最终爆发 而黄熙帆是薄熙来在重庆 唱红打黑的得力战将之一 时事评论员史达表示 薄熙来在重庆搞所谓的重庆模式 把万圣并入齐江 是他打土豪分田地的一种做法 薄熙来在重庆 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坏事 他一个典型的做法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把别人的命拿过来 为他自己卖命 就是中共的一贯的做法 薄熙来用了很多的钱 打黑打白打红 他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一个政绩 为了上中央 所以他欠下了一万个亿 这种做法 大家明白过来以后 每个人都是会喊上当的 因为这样子做太不得人心 4月10号晚 上万名万圣居民走上街头抗议 齐江县委书记王岳 与万圣群众发生冲突 遭到殴打 血流满面 当局派出1000多名武警镇压 发射催泪弹 驱散群众 冲突持续至深夜 5月26号 万圣群众再一次散步游行 当时警察不让一位15岁的中学生路过 这位学生言语冲撞了警察 遭警察拿警棍殴打致死 引起万圣人民的集体愤怒 6月1号 示威民众高达数万人 官方增调大批警力和各种警车 6月5号 重庆万圣区市民抗议持续升温 当局紧急调来几千名警察进行戒备 当地居民表示 他们一定要坚持恢复万圣区 否则游行会坚持半年 一年直到胜利为止